以前你拿健保卡 可以买到实名制的口罩 未来你拿健保卡 可以买到实名制的快筛试剂 终于确定了 未来不用再跑遍药局 买昂贵快筛 行政院排版即日起 启动征用快筛试剂 希望能够达到 每月四千万剂的目标 提供量足价稳的快筛剂 尤其对上班族来讲 那更方便 因为他下班 他没有很多的时间 去一家一家去问去找 在各个点控管子好的 不会一上时间抢口罩的时候 有就是抢不到的状况 会大家排队排很久 快筛实名制将上路 比较口罩实名制购买方式 民众乐观其成 只是先前陈时中不慎还说 国内厂商每月产量 只有五百万份 距离定下的四千万关卡 还有很大差距 积极寻求这些进口商 他能够进口更多的量 这些我们可以当作一部分 来作为一个增 来一个增用 以前的管道都还在 并没有因为说我们来增用 或是购买 然后破坏了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秩序 你是一定要每个礼拜 或是每天都要快筛的话 你即便降到一百块 那也是很高的支出 因为你等于是一个礼拜 七天都要付 快筛事迹成为重要物资 中央统一征收后 价格压夺低 如何领取 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 环宇新闻领域到平均 应该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按赞